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AT財子Talk》 坐在身边的是Andy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可能没见了 每季上来跟我们新提供新提供 但我觉得回顾上次说 整体的套路都蛮好 很准确 有很多股票其实都大怯到大家 赚得挺开心的 但去到这一刻 因为这两个星期 大家都在说特朗普交易 所以我觉得很闷 但今天新消息是 拜登终于退出了 何锦丽上场 今早有些朋友说 需要关注美股的走势 会不会有点震荡 早前炒川普的东西 会不会提早反映了 已经没有理好因素 不如更新一下最新的提法 好 简单来说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那是叫做中线的 大围的看法 正如刚才Debbie你也提到 这段时间过去的几个月 其实最复杂的是太多杂音 其实拔开一些杂音的话 就像你说大的套路 其实没什么变过的 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 Trump trade那些情况 其实又反过来 在我们的角度就会觉得 早一个星期 好像过分早了炒 所以反过来 其实从上个星期尾 有些小小时 都开始传入拜登 有机会 星期间的时候 有机会是 不再退下来 其实那段时间 已经开始有点不断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短期我会视为 这些叫做Election 这些消息上面 还是一些集音的正方 所以我相信 可能刚刚这个星期初的时候 还是会猜到 Bee 心怯用贩赢输 还是贼一手 我猜是他们们有他们的逃 ros 但是我觉得大主族 上面说的套路 例如减息也好 或盈利增长 仍反而是 中线资金会选择的位置 整体来说 我觉得 习音 你要拿来解释 是一件事情 但是不要希我了 中线的套路 OK 那么我们稍后两个策略 都希望也栓得到 因为Andy 很担帮助 符ître資金流向 也要看看有没有资金的转变 可以给我们短线策略之余 中长线应该如何部署 我得到的资金流向数据是比较滞后的 都是拿国际性的 最新都是上周3,即7月17日 在美股整体的资数未翻面之前 所以资金流入是非常疯狂的 如果我们看回整个环球股票基金 其实单在那周是流入477亿 但单是美股已经占了448亿 所以我们说是延长吸金 全世界的钱眼光都去到那里 亦都出现了一些小型股 突然跑赢得很重要的情况 你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资金流的数字 反映其实那个洞向相不相似 还有没有开始要留意拐点 你刚才提到的小型股部分 反而我会觉得要小心一点点 因为小型股是大家有点像Trump Trade 因为大家有同时间在认识 当时可能会有再减企业税 这些情况 我觉得这个炒多了 因为基本面未必那么配合 但是稍后可能可以再补充基本面 但是在资金流上 其实同美幅图有点类似的地方 例如我们会看到有个明显的资金流向 整体来说由4月份开始至今 整体来说是相对Risk On 但Risk On 又不是让大家觉得炒作味很浓 过分澎湃的那种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小行 例如我们先举一个例 可能在股票上 始终大部分的资金 都是会选美国为主 这个也真的是 那久不久会突然会摄一摄其他的市场 但是其他的市场 我们看到我们的资金流的信号 他们可能就这样EAFE的买 就是说美国除外一男子买就算了 没什么特别去选哪个国家 特别强 对了 就是说除了突然印度曾经出过 Election 上的消息 就突然抄底 但是回到美国上面 其实除了看到资金流 你这幅图就是突然加速加进来 但是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加值得参考 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移动资金流的信号里面 是由4月份 本应大家的整体来说仍然在买股市 4月份的时候 但是他们会将一些equal weighting 平均权重的ETF的资金流向 是流出的 但是去到大概6月初 突然间转向 我很记得6月初的时候 大家市场是比较悲观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那些钱 由平均权重指数的ETF 就开始由流出 反级变成流入 其实这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通常我们会视为 很多人就会说 美股只是靠最大权重去升 但是如果当平均权重一起流进去 我们会觉得市场是觉得 整体美股是开始向好的 宽度会广阔 是的 宽度会广阔 还有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会不会一些中型股 都会开始慢慢向好呢 这个我觉得配合你这幅图 就更加像是大家肯定到这件事了 就是钱在中线来说是正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除了你说特朗普有一些令大家觉得的憧憬 可能美国经济企业盈利 会不会因为税务方面的一些大刀斧斧的減免 令到整个企业盈利又出现了一个乱利 就是向上调等等之外 其实都真的看到释出了一个很肯定的减息信号 之前我们都在一路估计一下 估计是9月 联署局的点阵图都变成全年得一次 但是后来压出了一些通胀数据 再加上巴威尔 明显在几次会议出来 或者见记者在国会都开绿灯 现在搞到9月份减息的机会也有90%多 减息完12月也还有80%多 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而判断到 其实大家不用那么害怕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50-50的 稍后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要看后者 因为我们通常都不会说因为减息 甚至减税可能会帮到少 但是减息是否一定要帮到市场呢 其实真的是一半一半 要看后面的基本面 但是最少市场由原本到上次上来的时候 差不多大家在说会不会讲加息 到现在其实真的开大门 帮联署局开大门 因为这幅图可以代表到 有两个讯息想分享给大家 第一很明显现在的经济数据是走弱了 但是是不是很差呢 其实我觉得未到很差 但是大家就会发觉 很多经济数据会比市场差一点 就会令到这些叫惊喜指数 或者叫惊喜指数 就会走低的 因为这是相对的 但是相对走低 那就会令到大家觉得 气氛上都是比联署局 行了 你就可以减了 没所谓 这是第一点 我估计不需要特别再解释 但是第二点我想提的就是 其实这张图向下甚至负数 是否代表经济一定要很差呢 其实未必 甚至参考过往 如果你拿这幅图再长年期 不止五年的话 其实真的可能要再压低一点 才会出现经济衰退那些情景 所以我暂时觉得 少许阴谋论地去看 我会觉得是 媒体上或市场上 是为了铺路给它减息 特意令到经济数字差一点 OK 其实都是一些市场预期的落差 有些除了花期之后 有些看彭博 都有一个经济惊喜指数 都是同步的 连续两个月下回一些负数 但是又看不到 那些经济数大幅走样 所以便舒服 即是会觉得 接下来是一个 经济上的金发铝囊的 不温不火的状态 那买股票依然很安全 我不会说是安全 波动就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会这样看 现在最少我不觉得 暂时看经济数据 不像是衰退期 好像这幅图 就是刚才我想提到的一点 尤其是大概90年代 接近中那段时间 其实好像我们刚刚经历的事情 就是说 你曾经加息后 很急速加息之后 之后又可以减息 又停下 又减息又加息 但是大家会看到 这条黑色线 标普500到最后那段时间 其实是升的 我觉得这个范例 可能是几个period里面 比较像 有机会像现在的 就是其实加息减息 不是最重点 有帮助 但是最重要是看经济有没有烂出来 这个烂就是大家会觉得 不是 就是走到衰退 但是通常这些经济烂 要出现了才会知道 例如楼市的崩溃 失业率的飙升 都是一下子 是 但是当然我们会尝试去偷步 但是偷步上 现在预估 或者看到的事情 就算走得很差 失业率刚刚碰到4 4.1 其实这些参考 过往也未去到那么恐怖 当然我们会预 好像之前那样 上一两次 都有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预计 第三季的经济数字 是会明显走差的 这个是按年 因为一个基数效应会见到 亦预计到现在 当时就估计现在 媒体上会开始 带一些很负面的消息出来 但是暂时 如果说看有没有很崩溃的经济数据 就未见到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要等到衰退数字出来 但是再前期衰退的东西 就好像也未见到 我们有时就相信资金 甚至有些聪明钱 究竟是否反映到他们害怕的市场 有些在买保护费 例如你看到波动指数是飙升上去 但又不至于飙升到很高 但你用来做对冲的一些成本 其实你会见到 亦都反映到市场状况 不是去到一个很惊恐的状态 亦都配合Andy 刚才所说 似乎市场是玩些轮动 买了一些科技股之前 你们说它太集中了 市值占整个标普530成 那就伴下来买下其他 亦都引致过去个几星期 出现了整个市场都说的一件事 就是中小股法力 道指是相对强硬的 配合你这个市欢 其实感觉上是一个 我们未需要太惊恐的状态 是的 首先这幅图可以有两个信息 回答Debbie 首先第一件事 我说最令人 很多投资者曾经五六月很担心 气氛又不好 或者市欢不好 我都尝试用这幅图去提醒自己 当时真的下跌了 但是这条线 我们是说中线的市欢 不是每一晚 隔晚只会有几个声音 不是这种看法 而是看一个中线的声浪 简单来说 我们重复这条绿色线 其实通常不跌穿50 中线的声浪仍然是继续的 所以我常常提及 短线的气氛 我不留言了 但是中线是告诉我们 心态应该是一个 继续逢低吸纳的看法 另外一个信息 其实上线Debbie也有提到的 事实上我们都见到 很多资金流的情况 其实他们都未必会 特别去hedge 用VIX那些或者对冲的情况 反而如果我们预想不到 经常性出现的 移动资金流入的信号 他们宁愿用一些 如果在美国为例 就是buffer ETF 不做option 就是包装了 用ETF做一个 但是我会演认为 那种就是 它是预计了 整体来说中线是向上的 其实当中买了一些保险 但是那种保险 也会觉得就算什么情况 都应该不会跌得多 15-20% 那些 通常那些人跌 buffer ETF 就是每个条款不同 但是我会看到资金流向 其实他们在 就是叫做乐观当中 就是有一批就非常乐观 另外一批就会 都不介意 继续用buffer ETF 去拿这个equity的exposure 就是刚刚我们经历了 历来第二多资金流入 究竟是make or break 就是反映是一个 很大的拐点 小心 还是不是 其实他们是反映到 市场越来越阔 大家是买减息 令到他们负债减少 盈利有改善的一个 长远的股票 你记得 其实我觉得 前者那样东西 如果放在很多次的 投资周期里面 都对的 就是说 每次放烟花 通常都是那一刻的尾声 就算我们 其实几年前都是 都是放完烟花 调整完有再行 所以 首先我觉得 这个说法 通常都不会对的 但是 我觉得 就未必 应该就这样用量去看 因为其实2007年 那时候 到现在 其实所有印银子 出来的量 已经是很不同了 可能现在 好像跟历史过往差不多 但是其实 这段时间 可能要成几倍 才是等于当时 现在资产负债给了7万亿 那时候2万亿 没问题 所以 我未必会这样看 但是 如果我用另外一个比较 例如 用股值 大家的 spread 去看 我又见到 现在应该 不是一个很 extreme 的水平 我见罗帅2000 暂时的预测 市盈率大概是26-27 标判100都21 我不知道 当然是有差距 但是不是去到你所说的 不是很extreme 的水平 即是不会引发到 大家在买一些 完全毫无盈利的公司等等 如果未来 我们会面对市场 会更多噪音 因为我们即将要看 可能9月又再 他们又再辩论 总统大选 然后中美国力的消息 又会从特朗普不停发生 出来等等 那美股的板块轮动 会不会需要关注 小心 我觉得逢是大选周期 都要小心 但是这件事 某程度上 是滞后的 因为我们都只可以 不断去看着 究竟不同的候选人的政纲 甚至特朗普的另一个对手 如果以一个美国的dream 又好像很想被这件事发生 有机会 所以我只会说 板块轮动 可能要迟一点 逐步看 但是我自己这样看 最少是比较肯定 这段时间 刚好有业绩期 其实我会觉得 捉回之前的套路 就是说 如果哪些公司 其实本应自身也不是便宜的 可能要留意一下 业绩对不对板 就算对板 我觉得更加不需要心急 要预先去倒业绩 因为既然贵 通常都比较容易 都会低开 低开了 大家觉得对板 才去追入 所以我自己就会 没有那么紧张 今个星期是重要的 因为比较多业绩 差不多20%的标普500成份股 都会公布业绩 包括了很多科技股 例如Alphabet Tesla 也有很多经济敏感股份 你之前也有教我们看一些 Credit Card 比如Visa 或者KO Cocacola 就是那些3M 两者的东西都在 暂时上星期为止 80%的标普500公司 公布了业绩 都是比较了期望 这个系统也挺好的 但今次的期望 也挺高的 这样会不会有差池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如果连这次的期望 都比较高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持平 或者比较到 首先是很少息 因为今次的期望 不仅仅是相对高 而是一个正数 但是当中的 可能会留意着 就是说 大型股 应该是连续 会在第二个季度 会是盈利增速放缓的 但是反过来 可能是七红以外的493只 好像上次提到 应该会继续 会继续 如果大家拿回我们上次 和今次的分享 延续这个故事 其实应该会见到一个情况 就是后面开始 多一些493只 上次是刚刚碰底 就是盈利是碰底 应该这个季度要交 或者交到出来 要令市场满意的 是开始有一个回升的迹象 这些会是更重要的 还有不要到时那么害怕 说大型股不是那么行 指数会临 其实是合理的 我会说 但是因为你的M7之前 都升得太多了 说比如股王 大家叫Darling NVIDIA 是不是 每年倍数这样升 不过最近也做了一些回调 看看大家会不会 想起来 不过Andy也和大家说了 整体M7的每股盈利的增长 是由那些三四成 逐季逐季的增长在放缓下来 看看其他的股份 能不能够追上 你觉得其实在这个换马底下 譬如你M7 或者整体Tag 或者半导体 和一些传动经济股 那个Rotation 是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 是这样的 一升一跌 挺明显的 是不是不代表 如果即使M7为首的 这些公司的席盈利放缓 是故事玩完呢 我觉得整体来说 是未玩完的 是的 因为一来 其实这段时间的 突然间两个星期的调整 或者叫Rotage 一来是Trump Trade的出现 二来其实我觉得就着 为今次的业绩期 你预先一开始贵的时候 很快会先做一些调整 其实是好事来的 我觉得 第三 其实我们如果去看 现在这一刻 刚才都用资金流去说 其实我们要留意到一件事 其实过去这半年 其实在资金移动讯号里面 我们自己的移动讯号里面 不是太多主题的炒作 是的 反而大家我觉得是理性的 他们会选一些 可能叫盈利面是强的 交道功夫 交道功夫 或者真是增长面开始出来 就是一些选股因素 代表它放在哪些板块 其实这一个层面 如果我们配合滑块饼的话 其实是舒服的 因为大家不需要特别去想 我要借多少进去主题 而真是根据选股因素 甚至贪心一些 其实可以看到一些 连债券方面 其实人们都是比较重的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尤其是第三季开始 更加未必应该用主题 因为正如你刚才也提到 Election 你也猜不到 是的 所以如果举例 Debby 都帮你 summarize 了 其实我们看到 ETF的资金流讯号里面 其实例如刚才有提到的股票 就是股票 我很快就 wrap up 了股票 就是说 大家看到不再特别集中 去某些主题 或者一定要Max 7 当然Max 7曾经都出过一些讯号 但是主要 真是很理性去选择一些平均权重 选择优质的股票 仍然还是资金流中意的东西 而在债券方面 其实我觉得相对 都是告诉我们 市场上的资金 是觉得现在仍然是比较健康的 就是说现在由好好变不好 不是差 例如我们会看到 由4月份 大家从那一刻开始说 减不了息变加息那一刻 其实我们反而看到资金流 到现在都是 是愿意资金下去 一些相对长期的东西 长期的年期 不一定是20年多 我说是相对 这是其中一个状况 如果在内部有些小小小分 我们会看到 有时候会去选择一些 会选择一些 更风险一点 风险 其实不止 其实他们会 担心一下高利润 他们都会选择一些 会选择自己去筛走 可能是 credit score credit rating 相对高一点 或者是一个 default risk 低一点的高利润 尤其是 这里第二点 就是CLO 在收息部分的ETF 都看到资金流的讯号 其实很多钱流入去 CLO 或是线线 我不是说 推介要去追逐这些 因为这些是更加高风险的 这是反映市场的慰勒 是的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看下去 资金面 总是无论是股票 还是债券上的资金 都不是看一个很悲观的情绪 但是又不是说 过分澎湃 大家正在放在烟花的情绪 我见你会说一下这些 我都去看看资金流 我发觉最近很多 也都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们旗下一些 很高端的客户 都在不停地问 债券方面 他们的组合 应该如何去调背 不是真的坐在那里 可能和你说的 买一些长年期的少少 或者连一些高利润 其实都是很有市场 而反映的资金流到 原来过去两个星期 流入债券和股票基金 是同步的 或者是多钱 反映开始有少少的持续性出现 这个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会不会继续 而你刚才说的一些 转化为一些例子的话 就是这个 大家最重要 可以留下来参考一下走势 是的 这个相应到刚才那块饼 其实可以拿这些为例子参考 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一些ETF 大家会选择Systematic Bonds 其实他们就会将 无论举例是IG或是HIO 他们都会将一些 Default Risk 调低 其实在债券这部分 我们都接触到一些 比较中线的客户 他们自己都会去想一件事 虽然过去的年纪 对他们来说 收钱市场也不厉害 是舒服 但是都要开始向前忙 但是他们又会担心 息会减 但是不像减很多 整件事 但是又会怕突然 touch route 原来看错市 突然间 fork 得太多HIO 的话 Default 又会增加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 如果真的在债券里面去选 我宁愿 我觉得IG 也真的很拥有 Investment grade Investment grade 其实都已经很拥有 甚至 我当一些 未必一定要20年国债的 刚好香港有一种我说出来 国债都可以放长一点 我觉得在债券方面是抵薄的 而 跳一跳去商品 先说股票 商品那边 其实刚才我放了 大概10%至20% 当作是商品 另类东西 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比特币 我就放了一些 blockchain 相关的ETF 但是最重要反而 如果不算债券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 可能在这一刻 我觉得抵薄的就是关于金矿股 黄金 是的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金矿股里面 除了金价 大家的走势是觉得 很漂亮 看着1400 我记得去年年尾常说 20-3年是应该下跌不下跌 是的 所以这个是当时令到我们看好 但是其实还有一点 很多人说减息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 再把美国的M2 M2按年的变化 其实那个correlation 挺高的 这几年 是的 大家会看到 原来是上年年中打后 其实M2按年的变化 开始转正 是的 这个是有帮助的 中线我猜金价 我猜不需要特别留言 太多的 大家看好了 但是为什么会说 金矿股可能有一个吸引力呢 其实 我当金价不会回先 这个 assumption 一定有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金矿股其实 在过去上 大家会觉得 可能追不及金价 或者看trend的话 其实最重要是因为 不同地区的金矿股 有点时间落差 有个lacking 应该反过来 例如我直白说 可能上半年 很多金矿股表现不差 但是主要是靠南非出产 靠加拿大出产那边 那些相关的金矿股的股值 就比较容易提升上来 因为它们的ROE突然变化上来 但是反过来 拖累的 反而是上半年 比较多一些澳洲相关的金矿股 是会拖累多一些的 例如通常这些股份里面 大家会看到NEM那些 但是反过来 它们现在的股值 其实调整了大概三季了 所以尤其是NEM的权重是大 在很多这些指数里面 举例的就是说 这些澳洲相关收入的金矿股 其实应该下半年是有机会 那些东西是有机会拖累的 那是为何刚才在那里面 你刚才看到我 那里面有一个澳洲的NST 在Northern Star里面 其实这个我们会看到它主要的客户当然在澳洲那边 美国也有跌 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会不会有这些估值的反应 会带动整个全球的金矿股的启动 又不用看着金价升 谁知道某一些地方的金矿股就自己跌 我也是觉得金矿股都是用全球的部署可能会好一点 这一只NST左肩 4至7月都是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你今年的升幅都是3至4%左右 其实都挺严重的落后 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机会 中央那些你都经常说的 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时间吗 时间不是很多 但整体来说 这次这些例子我自己的心态 我会觉得以想定去做一个准备吸纳的动作会好一点 因为一来业绩又来 二来因为例如像OLED 就是这些炒设备升级潮的东西 由我们第一次提到现在短短两个月的升幅 接级继续交道 我觉得这些客源是比较稳定的 政府 对 政府 师傅 NASA 也是他们自己的客户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可以 你简单来说 里面都是选择一些现金流稳定的公司 BAL很厉害 今年升幅三十多个百分比 政府参与都不同 全部都是大客户 比较难脱的 好了 今天就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带给大家 在整个资产调配方面 希望都帮到大家 来收拾好一点的仓 好 今天就谢谢Andy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下次再来聊天好吗 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